王妃请墓足 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奴婢该死 刚刚端水过来的时候 忘记敲门了 死什么死的 谁让你端水进来的 和莲轩呢 王爷正在沐浴 奴婢刚刚端水过来的时候 才替他宽衣 王妃也要沐浴吗 那我去催王爷快歇息 行了行了 把水放下吧 奴婢告退 跑去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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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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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儿 我就算是色鬼 我也是只好李儿这口的小色鬼 你少来 刚刚那个小丫头 给你伺候舒服没 你要不再检查检查 身上洗净了没 假如没洗净的话 你让她再给你去搓洗搓洗 李儿 你说你堂堂一个燕王妃 你跟你小姑娘过不去干吗 我就跟她过不去了 我一想到她给你洗澡 你的样 我就想 对不起 你想什么想 想想想 我洗澡的时候 她压根就没进去 她是不是给你送了一桶洗脚水 是啊 那又如何 那是我让她送的 我就是为了 把她给支走 我看那小丫头 长得唇红齿白 看那鲜鲜玉手 帮你洗澡的时候 你当真不会动心 皇天在上 我 贺连轩 今生今世只为冷离一个人 手身如玉 我 就算 别家的 风蝶 如何 骚扰 我都如 铜枪铁笔般 喂 王王好 下来吧 好 梨儿 梨儿 我根本就不想要什么侍女 我也不想要那些基金财宝 连这个阴王我都不想当 轩儿 不要胡说 我没胡说 我一想到 这些基金财宝 总有人惦记着 我心里就不舒服 我就心慌 熊儿 这都是你应得的 我们为了他们付出了那么多 冒了那么多险 该享受的时候就要享受啊 可是我只想跟你归隐山林 只有我们两个人 在无分上 熊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以后总有一天 我们会过上 龟隐山林平淡的日子 但绝对不是现在 我冷理想要的是一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你现在处在这个位置 就要承受 他带来的重量 你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 对了 我有个礼物送给你 你看 你不是说你不在乎什么 金银财宝吗 不是 你记不记得那个 渔猎户 他当时在西山遇难的时候 弥留之际 他还有妻子的信物相伴 也算是含笑九泉了 停停停 你说的 我都不知道你要送信物 还是送遗物了 我都不敢要 不 不是 我 我这个是 是行啊 是是是是什么是 你就不能说 李二 我看咱们俩顺势般配 这沟玉呢 是一对 他们俩 可以合二为一 正好 代表我们俩 是天造地设般的一对 我送给你一块 给我一块 就代表我们俩 一生一世永不分离 如何 这个好 这个特别好 好什么好啊 你也来一遍 李二 因为你我是 天造地设的一对 所以呢 好像不对 对 这块玉特别好 所以呢 就 你一块 我一块 然后我们就 是在为五弟分王的事 有点烦恼吗 明日解禁之期已到 我陪你去散散心吧 好 雪儿 你先回方等我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好 那我回房间等你 嗯 好 好